1994年西安交大一名在读女博士生离奇失踪 至今音讯全无 这名女博士叫余春宏 在1994年的春节 她回到四川天泉老家 在家里过完春节之后回到学校 而余春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余春宏从家里返校后不久 父母接到交大的通知 她一直没有到学校 得知女儿失踪后 心痛的余春宏父亲马上到西安找过余春宏 但无功而返 后来家人又陆续在其他地方寻找余春宏 但都是了无音讯 2015年妹妹余志华再次专程来到西安 与交大方面接触 她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找到了姐姐的学籍信息 但当年由于余春宏上学时老师均已退休 现在的老师对于当年的事情也不了解 从余春宏的档案中可以看到 交大方面已于1995年取消了博士研究生余春宏的学籍 2015年9月15号 余志华在碑林分局新庆路派出所报案 而这时距离姐姐失踪已经过去了21年 在后续的警方调查中 发现余春宏的存折消失了 当年春节回家后 父亲给姐姐户头存了一年的生活费 作为博士 姐姐每月也有大概300元的国家补贴 根据交大财务室提供的当年工资支出单据 余春宏失踪后 学校为其保留了一年学籍 每月都仍有补贴到账 直到1995年5月为止 在警方的协助下 余志华从银行调取了信息 却意外地发现 1995年5月12号 有人只取了存折内的所有资金 并且注销了账户 然而因为年代久远 详细的信息已经被银行合规销毁 所以至今也无从得知 究竟是谁在余春宏失踪后 盗取了所有的钱 并且用她的身份注销了账户 余志华巡解一事经媒体报道后 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称 20多年前有一位女子被拐到她的老家安徽豪州 女子被服用了药物 神志一直不清醒 听村里人说 女子有四川口音 有人说是博士 在放寒假返校的途中被拐卖 目前该女子仍生活在豪州的一个村庄里 在警方的安排下 余志华和那位被拐卖的女子做了DNA鉴定 但她没拿到书面报告 只是被告知 结果并不相符 2月22号 余志华又接到安徽当地警方的电话告知 那名女子去年已经在村里去世 警方目前也在积极地跟进此事 相关情况还在调查当中 余志华表示 纵使希望渺茫 她也希望自己剩余不多的生命消逝前 能找到姐姐余春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